大马城脱售股权计划处交 如今谁将成为新的发展商 让一马公司摆脱财务困境 各种揣测谣言满天飞 其中一项说法就是 我国房地产大亨林小春 由义和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大连万达集团 以及雇员工基金局投标大马城计划 不过这名向来低调形式的马顿集团掌舵人 今天回应大马证券交易所的声明中 驳斥了这项说法 强调在向董事和主要股东了解后 公司并没有和报道所提到的两遭展开任何讨论 大马城交易告吹正值首相那集即将返华之前 而首相五天后的沈州行 能否解决大马城交易风波 首相总部长魏嘉祥指出 首相这一次受中方邀请到中国 是为了催化一带一路的落实 因此会把握机会向中方提出 有利于我国的方案 但他大买官子 希望到时会有好消息 肯定首相会借用这一次的反华 来争取最高对国家的利益 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 就算是半年前会面都惊喜平平 这一次再度重复六个月前的会面 也很可能会有很多的宣布 大家都是期待好消息 由两国来发布吧 首相原定在来临的是三号 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 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大马城合作协议 如今可能不会签署这项协议了 巴东空间李运祥不常报道 是否也认为四分之后 一时为请投入了 オス炉 词